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一天上一天下 而且每一天上下的幅度是惊人的相似 那上证综合指数最终是收盘是收在了3128点 上涨幅度呢为0.84% 与周三的程度呢是几乎下跌程度是完全一致 但是呢非常幸运的是呢 现在昨天这个上证指数收盘也是收在了2016年全年最高点 虽然说现在已经冲上了3100点超过了一周时间 但是由于现在价格仅仅只是上了1%都不到 因此大部分的投资者心里还是比较谨慎 那么欧美股市呢继续维持现在的下跌 因为呢对于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特朗普上台的担忧 使得欧美股市目前经历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长时间的连续下跌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分别下跌0.6%至0.9%跌幅呢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7年跌 欧洲方面也是一样 英国 法国 德国三个国家累计分别是下跌约为0.6%至1%左右 那么在其他产品上面的黄金价格昨天呢从高位下滑 大约呢现在是下跌幅度为0.4% 重新回到1300附近 那原油价格依然是在下跌 经历了五连跌 目前最新的油价呢报价是在44.7美国油 英国油价格稍微高一些 大约是在46.3% 那这个价格呢也是从52块钱的低高位呢下来接近于有7块钱之多 跌幅呢也超过了15% 接着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着重来看一下的是目前人民币的反弹到底是不是昙花一现 我们说到呢这个人民币近期的走势呢在过去一周似乎看上去是下跌的趋势呢有所缓解 这到底是不是说人民币下跌趋势到这样来说就是发生改变终止了呢 那么在过去的四五天里我们是看到了人民币是没有继续下跌 反而呢是有所反弹 那大家有种感觉呢就是人民币似乎下跌是到了头 以后可能就不会再跌了 那其实对于这个观点呢我要跟大家纠正一下的是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呢人民币从去年股灾到现在 去年的低点呢大约是6.21对于美元 现在的价格呢已经上升到了1美元可以兑换6.79人民币 那么中间的跨度呢也从6.21到6.79呢达到了差不多是0.6 这个人民币就是六毛钱人民币 差不多呢就是9% 也就是说从去年股灾到现在人民币累计下跌是大约是9% 这其中的原因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两块 第一就是由于美元的不断升值 第二呢就是由于人民币这边本身货币增发量不断在提高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中国一直使用经济刺激计划 新增了不大量的这个新增贷款 所以货币供应增加 另一方面美元在升值 这一进一退使得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呢在不断的下跌 虽然中间有过起伏曾经有过上涨有过下跌 但总体来看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依然是在下滑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天呢 这个央行也实施了中国央行实施了一大大量的那个逆回购 那对于这些技术的称呼我们在这里总体来说不去讨论 但是呢我的观点是呢 其实这人民币在过去几天的反弹 其实并不是由于央行逆回购 当然了逆回购呢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其他非美货币的反弹 我们知道由于自从这个希拉里的邮件门出来之后 这个特朗普的胜算的可能性呢在不断提高 那么非美货币的走势 例如像英镑像欧元像日元 在过去的几天反弹都非常厉害 那么这些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们知道那个一揽子的SDR货币之一 人民币在其中也自然而然无法掩盖 那么如果人民币这个时候呢 依然按照之前的规律一样一直下跌的话呢 就会遭受到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 因此现在呢 就是人民币呢 就是夹在其他的非美货币中 别人涨它也涨 那别人跌它也跌 那么其实呢 这样来说的话呢 虽然人民币你说它单个产品来说 它的确是对美元长期在下跌 但是如果我们和欧元和日元 以及呢 和英镑对比一下来看的话呢 其他几个货币的跌幅跟人民币相比 甚至于更多 不能说是比人民币更差 那最后投资者可能会觉得 那未来人民币到底是不是还会涨 还是会继续下跌呢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禁要看一下 现在整体的世界经济格局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主要国家里面 除了美国要加息以外 其他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国家呢 都在降息刺激经济或者说印钱 因此这个整体的格局 目前是摆在这里 那因此人民币的反弹 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昙花一现 但是呢 你说人民币未来贬值 还会继续更加猛烈 这个也不一定 应该说的是呢 现在来看人民币的走势 将和其他主要非美货币 包括英镑 欧元 日元一样 或者说非常的相似 也就是说 美元在未来一两年之内 缓慢加息 缓慢升值 那么人民币和其他的非美货币 将会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呢 缓慢贬值 那么在现在除了人民币 欧元 美元 英镑 这些主要的货币之外 还剩下一个货币 就是澳元 在面对美元强大的压力之下 目前依然是保持在全年的高位 那其背后的靠山 毫无疑问就是铁矿石 价格是功不可没 所以铁矿石价格 是目前支撑澳元 没有下跌的唯一要素 或者说是第一重要要素 那么在目前其他货币 都在下跌的情况之下 澳元呢 目前依然是屹立不倒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有哪一天 澳元一旦是失去了 铁矿石的支撑 那将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个 补跌的情况 什么叫补跌呢 就是人家之前在跌 你没跌 那好 现在轮到你跌的时候 就得把之前下跌的那个 也一起补回来 所以澳元一旦失去了铁矿石支撑 它可能下跌的速度和幅度 将会非常之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目前是再次下跌 很不幸的是呢 连30分钟线都上不去 但是不幸中的万星呢 就是目前依然是还好 没有创新低 继续守在5170点附近 距离我们之前判断的5150底部 目前相差20个点 如果5170被打破 那将毫无疑问的去5150 那这几天呢 我们总体策略呢 可以考虑对于这个澳洲的指数 我们可以设定在 如果是你相对来说比较激进一些 那么在5170跌破之后 可以在5168就直接挂单做空 第一目标考虑在5150 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干脆就等到5150跌破之后 再去进场 买入价格呢 目前可以考虑挂在5235的价格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呢 刚才说到在这几天 铁矿石支撑之下 目前是震荡向上 我要说的一下呢 就是现在澳元面临的是 今年最高点向下 一个压力线的一个关键区分价 如果澳元再冲上0.7720 将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上涨幅度 大家需要引起注意 总体上我们今天的挂单 依然是澳元以看涨为主 留一点点余地 选择在0.7720上方 10个点 7730的价格挂单买入 空单暂时不考虑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呢 在过去两天是连续三次 尝试了冲击1.1125的头部 但是都没有上去 那三次上不去 就自然而然向下了 所以今天我们澳元的挂单 也是非常明确 可以在1.1130的价格挂单买入 第一目标1.1150 那如果能把1.1150都冲破的话呢 我们可以继续挂单杀入 那反方向卖出单的话呢 可以选择在1.1050 如果你保守一些 再往下看 在1.1020的价格呢 也可以挂单买出 最后来看一下现货黄金 那么我知道黄金价格 目前是被挡在了 1310美元附近上不去 我们可以在细节上呢 参考15分钟图 那从走势上来看 目前黄金呢 是刚好是碰到了 15分钟底线开始反弹 今天对于黄金的基本挂单 我们可以保守一些 选择在1310之上 再去挂单买入 同时保守的挂单卖出呢 选择在1285的价格 挂单卖出 但是如果呢 你是激进一些的作风 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 在1297的价格挂单去卖出 1297挂单卖出 同时可以设定在1301来挂单买入 最后呢 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今天晚上11点30分 加拿大会公布他们的失业率数据 同时美国将会公布的他们的大飞浓 以及失业率数据 因此今天晚上呢 对于美元和家园来说 将会有重大波动 投资者千万要引起谨慎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